二十二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六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 二十二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 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有请 大家好 你好 小伙子 来,请坐 看着你岁数不大吧 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来 我叫魏重生,今年二十八岁,来自河南州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 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三个姐姐 我爸爸是在 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 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 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来抽我 好像有一次就是犯错了 我妈妈又要准备拿那个毛竹鞭子打我 我就跑到那个房间里面 躲到那个用木头做的那个杀年猪的槽子里面 当时心里面就是特紧张,特害怕,就是躲到那里,整个身上就是崩得很紧 结果还是被我妈妈发现了 我妈妈拿那个鞭子来打我的时候,我就,我蹭一下子我就跑了出去 我都对那种打特别怕,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你有癫痫病?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 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 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 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周口 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 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 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 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他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那年你几岁?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六七岁吧 六七岁 最多七岁吧 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 这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 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 家里还有三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 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 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 那个小孩子回头力很高,反正人家看我 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 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 当时就有那种就是欠扬吧,我家有钱 心里特别开心啊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 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一直是被打 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 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 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二十几次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 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 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 治不好了就是 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 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了 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 当时就那个药五百块钱一颗 这么贵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五百块钱一颗 那个时候五百块钱什么概念 穷的人家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 他当时就给我买了四颗 买了四颗吃了以后 没有什么效果 骗子吧这事 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 真舍得给你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是 他就是个少把心 他说你看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 他说不行了 就把他往到那个鸡井里面 塞到鸡井里面算 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 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 扔到哪个地方 我死给你们看 当时我听到那个话 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 我说奶奶我听话 不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 或者是把我扔到鸡井里面 我当时我就很怕 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 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是一直抱着我 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 或者掉到床上面 掉到床下面去了 或者是头磕到墙上面去 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 她知道活一天 我就带她一天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 她也要赚钱 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 边看病边打工嘛 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 病又发作了 那个时候就失忆了 就不知道了 总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对分开了 那怎么办呢后来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天赋单了 那时候你多大 就在十岁左右吧 十岁左右 就是捡破烂 捡破烂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 我那个病嘛 人家一看一发作 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 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 给我弄好了 是吗 给我治好了 那还真幸运 那个时候 因为养父家不能去了 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 我就要想着去 去找我的亲妈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对 那个时候就是 我想起我妈妈了 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离开妈妈六年后 十二岁的我第一次想她 那一刻起 我想回家了 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 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 我开始了两年艰难的流浪生活 不禁想起 给过我亲情的奶奶 我决定先去找她 等以后有能力了 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着我了 她说你还活着 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 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 她说你住哪里啊 吃什么 都靠捡破烂 奶奶当时就抱着我 说孩子你知道不死 她说你的命就大 她说没事 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 当时出来就是 想着 多赚钱 攒点钱要去找我妈妈 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 多挣点钱 如果找到妈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 对 笑着妈妈是这意思吗 对 小魏 小魏现在你做什么工作 挣钱 在杭州给人家拉往线 拉往线 对 多年来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 一点点向前走 即便 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 脏 累 我都不怕 都能坚持 我拼命努力挣钱 因为我等不了了 如今 妈妈快六十岁了 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 我想快点见到她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 为了我 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 为了找我 或者是没有钱 没有地方睡觉 会在哪个 在哪个桥底下 在哪个地方 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 儿子 儿子错了 当年不应该跑 我哪怕 我现在 现在你再打我 只有别人撑我 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这个小伙子 说的讲的很平实 但是其实能看到 他人生的一种转变 陈副局长 就是这个孩子 当年离家出走 是因为他母亲 对他实施家庭暴力 打他 他受不了了 然后就跑了 另外像我们国家的 反家暴法里面 有明确规定 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 他的邻居 他的村委会 或者街道的办事处 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他今年二十八岁了 二十八 但是他在说 找妈妈的时候 像八岁的孩子 而且不断的在说 要找妈妈 找妈妈 找妈妈 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 对童年的 对母亲的 对家的 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安峰秘书长 其实 我作为一个母亲 我能想象你母亲 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 肯定她特别的自责 特别的难过 对你的思念 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 这么多年 你经历了很多 不管你挣多少钱 妈妈出来之后 一定要告诉她 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 所以我们期待 你跟妈妈的相逢 祝福 所以如果今天 像我们刚才说 妈妈如果出来了 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 你第一句话 会多在说什么 妈妈我错了 我当年不该跑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 肯定是我太调皮 我姊妹多 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 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她也不容易 她也不容易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 我想一想 肯定是我太调皮了 我也有记得 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 就是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 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 就是我犯什么错了 她就是瞪 她拿眼睛瞪着我 当时我害怕 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 就责怪我大姐 这种爱 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 我能够回想起来 我能回想起来 我就是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 我就会说是 能尽量多陪她 多给她聊聊天 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 我也相信我自己 会多见见我妈妈 亲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 多看看她的面孔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就多看看她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群人团 是怎么帮你找的 来有请 为重生您好 我是等着我巡人团的李七月 收到了您在等着我容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巡人信息 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 1997年的时候 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 走失到了武汉 后来呢又到了河南 在您的记忆当中 家中应该是有母亲 继父三个姐姐 和一个哥哥 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藏椅的 记忆当中 生父应该是叫夏八定 母亲呢是叫王某花 姐姐是叫做夏某平 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 或者是夏一山 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 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 进行走访 2008年4月2日 截刀被冲送的巡仙任务后 我抓紧准备了相当信息 第二天 在火会国家网站发起来 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 认为被冲生出于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巡仙图片 通过火会国家湖北城 进行微信转发 很快5月1日 我们就收到反馈 在湖北城里出现了一次家庭 称有一个还没当年走失 但部分信息 又被冲生其中的信息 有点不复 我们迅速 联系双方 采集了血量 隐移平均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 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 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来 为重生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把我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帮助我们的希望之门 发生了我们的希望之门 为什么不离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想对我妈妈说的就是 儿子在这里 儿子不孝 我不配做儿子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 我就一样多陪她 多给她聊聊天 想着我妈妈抱抱我 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为重生你好 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契月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帮你找到了家 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阳市的通山县 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 但是很遗憾 你的妈妈是在十四年前 因为车祸 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 那个时候她只有四十二岁 我还有一小时告诉你 听我说 妈妈在你走之后 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 她特别特别后悔 她打了你 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 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 但是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 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 但是很遗憾 你们最终没有见 没有见面 来 我们帮你带回那张妈妈的照片 咱们一起来看看 来 那大屏幕上 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 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那是妈妈的照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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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我再告訴你 你還記得哥哥姐姐嗎 記不記得哥哥姐姐了 記得他們的名字是不是 來 哥哥姐姐今天來了 我們一起見見哥哥姐姐好不好 見見哥哥姐姐 行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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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打開希望之門 請開門 請開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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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想什麼 但是 可能 這些年 一幕幕就像電影一般 在他腦海裡不停地翻過 如果沒發生這個事 如果沒發生那個事 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結果 但是沒有如果 一切都已經是定居 我們只能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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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一直在看著他 他的眼神從來沒有離開這個屏幕一分一秒 這可能是他沒有想到過的一個一個結果 剛才在開門之前我還在問他 如果見到了媽媽 你會對媽媽說什麼 她說 媽媽我對不起你 媽媽我要用下半輩子來彌補你 我要掙更多的錢 我要孝順媽媽 可是現在 這些都成了 都成了泡影 其實我們應該對屏幕前的這些孩子說一下 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現在的家 不是親生父母的家 早點來找家 別像重生今天一樣 只能看著媽媽的遺像 我扶著她下去 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 咱哥倆走 好不好 兄弟 看著媽媽的照片 重生心裡 久久無法釋懷 或許 她希望時間 永遠定格在 離家的那一刻 或許 如果時間能倒退 自己絕不會從媽媽身邊逃離 沒法釋懷 不想再寫 不想再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呼吸 忽然之间 我又想起你 心就化破一阵涟漪 每一个人 嘴深心底 都有一分 信任其实熟悉的那个人 为何失去 一时一生 断的像一次黄昏 怎么能 任心一生 多少真意 在心中 我妈 孩子 儿子对不起你 当年不应该跑 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 儿子对不起你 二十二年前的一别 如今就成了永别 妈妈 对不起 我已懊悔多年 原谅我当年的不懂事 二十二年 我长大了 懂事了 也学会了责任 我会珍惜今后的生活 不再辜负您的期望 我已懊悔多年